新城派出所副所长陈瑞卿下棋运动休克抢救回天罚树 2号下午除了县长徐正卫道府未问家属 新任警政署长黄明昭也在警察局长戴崇贤等人陪同之下 专程来到花莲到副所长林前脸相置意 新城派出所副所长陈瑞卿经过一夜抢救却仍没起色 最终家属放弃急救 1号下午聊下最后一口气 回瑞瑞老家 享年53岁 隔一天县长徐正卫特别道府未问家属 事情太多了 好好好 星期三海回来学校 星期四晚上 不是星期三晚上回去 星期四我们看要吃晚餐的时候 变化就到了 我们感到意愿开好呆了 我们下午就要吃晚餐的时候 我们下午就要吃晚餐 我们下午就要吃晚餐 新任警政署长黄明昭面对基层同仁不幸意外 同感爱痛 2号下午2点左右 会同警察局局长戴崇贤 星成分局分局长林欲望 凤林分局分局长简红龙 即星成分组所同仁 专程前来瑞瑟香 向已故副所长陈瑞清临前 碾香致意并慰问家属 长眠爱期 星成警分局表示 陈瑞清从民国78年出任警职 至今33年工作认真 对待同仁非常和善有耐心 深受同仁爱戴 这一次发生不幸 大家均感不舍遗憾 记者是玉兰瑞穗采访报道 感谢观看